各位臺灣的鄉親士大 有來參加青鳥運動才的少年家 用到這裡要幫你報告 五里空 認識了總統就一條後 他在演說有說過 三黨無過半是臺灣人民最低飛的選項 所以 他這派鄧院長來組織一個 不是太打架的內閣 可是屬於完尾 臺灣因為在亞黨的接手 無力出腦 困窮自盜 無照著老總統的意志 是要團結臺灣人 在國際民宗教的斷領錢 不斷來配到議事 借責手段 做成立法院的所作的國儀 最危險就是 所以各位青年朋友 明天在六月十五 會在時下九點半 兩家人在台南市 東區林審路三百十一號 兩三公園 有基盤一個社民費 歡迎青年運動 這些年輕人 你來聽看看 雖然我沒辦法像執政黨這樣 提供你五百 提供你漢堡 但是 我有一個愛臺灣的心 讓你了解 什麼人在說真話 什麼人在說八十 民進黨 說跟他吹個全破 反而沈萬條 要應當自己在笑 過上九點八點 跟現在的內閣無關的 羅總統說他要打擊五金 他有絕對的決心 我也是相信 他有這種決心 所以國會改革五條法案 是要讓政府跟他透明 官員在這裡說實話 提出真正的資料 不是要讓立法委員看 是要有專門來檢視 有的奧萬說 八十人來到這裡 要想到沒有那樣的事情 明知道 我一一來跟你們說清楚 歡迎你們九點半 來到黨府 任聖路 所有青鳥的好朋友 來聽看 什麼人真的很愛臺灣 什麼人在愛台票 分證清楚 不能說對人去背望 所以龍街在這裡幫你報告 歡迎你們剛才來 關心台灣的好朋友 龍總來 我們真心幫你報告 什麼是國會改革的法案 我們是要讓呼應 教到你歡迎 龍總的黨和海 為台灣來打算 謝謝謝龍介維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 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薄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 一起健康下單吧